情况 蓝方VG是先行防守 而BA是红方进行先攻 也是听到了粉丝的一个呐喊声 对 如果是VG选的地图的话 应该是BA选先攻 可能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数据上 这张地图也许目前是 对进攻方式有利的一张地图 我们看到防守方VG选择副台 没有选择塔利亚 选择路霸 但对面路霸在刻意 费路销跑的麦可雷点死了 进攻方式 点了几下 没点死 点出了大量的伤害 变得了一个肉啊 刚才是CG现在也是换成了莱因哈特 哎 迪亚这个意识啊 可惜闪光弹没打中 他应该是看到那边 有人在往这边走 洛杉宝现在是被对方的一个大锤 加后排的输出逼入了位置 选择从左侧 我们发现VG的防守 他是固守A点 没有选择在压朝头 因为其实你如果固守A点的话 你的前方和你的右侧 就是你的左侧 都会受到就是 对方的压迫 对 腹背夹击嘛 但是他我们看见就是 VG这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一点 他左右的观测非常出色 地下自己一个人就看了两条道 从左侧的一个小道 到中场 地下都是有视野覆盖 而右侧是有一个原式 一直在观测 对 所以如果你要固守A点的话 你这个观测这个事情 一定要把握非常好 是的 视野要非常非常的开放 对 要是看那个团队开始以后 看你那一般的通过去之后 前面没有盾 这些 哎呀 就叫对面的原式 是的 这是一个一块眼 路小宝刚才应该是补刀成功 那看一下路小宝想要 想弓弹破盾没有成功 哦 妈妈大 我们看到是连续击杀两人 有机会把点直接抢下来 BA这边 我们看到残局 只要将Dia杀掉后面的这个局啊 就好打了 没错 刚才这边 BA的一个 呃 这个 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对 他是第一时间派了 12月12号去全程三配对方的Dia 就是这个12月12号 说白了 就是来干这个麦克雷的 是从上一局就开始 一直在干这个麦克雷 对 全程针对啊 这是现在危机的主要核心嘛 就是Dia 如果你把一个主要核心 呃 直接就是针对住了 那么可能你整套阵容的体系 战术体系就发挥不出来了 对的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要好一个 三楼的一个瞭望塔 这是一个经典的高塔的位置 对 第二个防守点 这个地方站一个麦克雷 从下往上 想打这个麦克雷 基本上是不可能 我将去的YL 必须得由袁氏 还有温斯文上去招扰一下 还有一个76 还有一个76 宇慕这边我知道了 这宇慕是负责给麦克雷加选用的 就是半个治疗嘛 对的 决威之这边选的 一个麦克雷一个76 他们俩都是站高点 输出非常厉害的这两个英雄 听说也是比较出的一个 从目前上来看 BA已经被维基这边的火力压制住了 迟迟没有从桥洞这边出来 而车子已经是往前递了很久 76号跟麦克雷这两个英雄 就是属于那种 站了高台以后 他输出的角度会非常好 没错 有一个抱头的一个角度 而且是 哎 直接出击啊 好几小冲这个冲到车旁边 没冲过去 是的 这边远跳过来 这时候用自己自身的机跑 再换一个距离 再换一个位置 我仿佛想起昨天 W一战队的炎 对 跟着自己的队友前后包夹 这一步化解了 BA的一个攻势 洛小宝贝加惨了 这边是配合自己这边 大锤的一个大招 收掉了对面的一个和尚 虽然说收掉了76 但是你后续的推进能力 基本上是没有了 没错 我们看到 这边还被路霸勾到杀掉了 新鲍菇的这个路霸也是非常的稳 继续要上三楼的亮望塔 他现在左右高台 都有人形成一个鸡脚之势 真是非常的可怕 而且最关键的是 BA这边虽然有温斯顿 但是你敢跳亮望塔吗 我就问一个路霸站在亮望塔旁边 保这个麦可雷保76 你温斯顿敢不敢来跳 那边拿出了一个寡步 拿了 黑百合 是的 勾上去 好 没发现 这都没发现 这都没看见 其实我好寡步 没看到 但是被摆杀了 还好自己是12月的元室 来收掉这个人头 对的 车子可以所以继续往前推进 只要把迪亚杀掉 剩下的事情都会变得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解决 其实在刚才VG站了一个高点的时候 BA这边他们是对于一个高 高 这个空中的一个 中间稳定 暴头 在 今天杀掉对方地亚以后 我们看到12月12号也等于 间接被解放 哎呀 需要叼下去 当我没胜过 谨慎看好 好吗 这个我跟你讲 这是主要的问题 是在于我们的OB 昨天OB自己都怀疑自己人生 你知道吗 我不信 我在前还会死 在前一个又死了 地亚我们看到 又是读了一个 五十一刀造成一个双杀 现在他跟羽木的一个 双战楼的组合 对方是很难去解决 因为两个人可以互相支援 没错 哇 他这个预苗 这个预苗是不是 是不是像那种 开了透视的感觉一样 他可以从很多的细节 预判你的走位 不然你以为 VG的这个D 为什么被称为人形自走外来 不光他打得准 他的预苗确实是 真的是有一手 VG这边他们是选择了一个 这个高台火力压制 这么一个想法 一定是VG和麦布雷 有力带这个罩子上来 不然刚才要到小光站了 其实刚才 VG的细节都非常好 这么一个选择还是不错的 刚才是推进了一波 配合这个黑管 原始这两个 这个地方其实有点危险 可以考虑准备绕上桥去打 我觉得 不是很好 不 哎 很危险 你这也要硬打吗 对方已经是有三个人 在这个地方了 绕上桥吧 他是想包夹吗 还是想启亚 我以为他想配合队友 想加一下前盘 来跟他放比方道 还是想针对一下 启亚 这边麦克雷被解决掉了 这边麦克雷还是低位打高位 打得非常大打你啊 有个天然的地上 打招开起来 直接是一抛出出这个大招 伤害不太够 少了一点爆发 对 没有一个爆发的伤害 哎 他那论挡的 不过还是收掉对方的大锤 天使这里好像是出现了一点失误 想要飞过 飞到这个大锤身边 但是 直接被这个高能力 塔利亚干掉 对 他飞到人局里面去了 这个结果对VG 这边来说是非常好的 车子已经推进到这个VG 而这个时候VG 处于一个减原状态 没有能够很好的压制住 放在小美 这个时候是压不住这个什么 什么奈何桥 没关的 以为他的大能还在 对 应该放他进来 小美这边人已经冲上去 看下VG这边复活赶来的队友 能不能把BH这边顶出去 否则好 有个冰条 还是守不住的 这个冰条太要命了 是 他这个大招已经预读了很 已经读了很久了 结果被一个冰条毁 哎 麦克雷刚才涂了大概有个四五秒 就被冰条挡住了好 小美虽然说 持续在团队中进行够招扰 但显然长远12号的这个 原始已经拔了一把刀 把你的后排全部砍翻了 原始我们看到是绕到小美后面 先把小美抽掉 剩下这一个好办了 没错 对方在没有一个小美的偷尔 对方在没有一个小美的偷尔 不管你在前排浪那个小美 你这个小美好 你去解决前排了 我的这个什么DPS啊 输出位啊 我的这个原始完全不撩你 我去收割一下你的后排 看我们谁收得快嘛 我们知道小美的弱点之一 就是她单忍轻忍的能力太低 效率太低了 没错 不过这边小美已经有了大招了 但是时间被冰进冰箱 不要急的放等他们贴车了再放 对 这边再稍微等一下 团件开始了 对方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急倒 把大招放出来 不管冲过去的莱伊哈特 持续的骚扰 想要更正一下后排的辅助 好的 这个大招成多了 余末直接收割 那么没有时间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小美 不要去用大招开团 因为你是防守方 来这边在预读一大招 也没有了 隔阂相望 对的 结束 就打到最后这个时候 小美我们看到 时间只剩下20秒的情况下 你只要等对方攻过来 贴车的时候 你对着车放 他必须要贴车 没错 时间越少 进攻方的选择就越少 所以说对于防守方来讲 千万不要急 如果当时小美用大招开团 可能对方直接越过你的大招 就扑车了 没错 在拆船以后 他们贴车的时候 再把这个大招放出来 还可以强行击退他们 包括他们这边死神的一个配合 也非常不错 对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到将会有 危机来作为进攻方 对 两边会进行一个攻防的步伐 比起我估计前半段的路程 还是会使用像刚才那样的 一个快速的放狗阵容来突破 但是 如果你拿一套放狗阵容的话 怎么针对 这个PoMP之前这个亮望塔 可能会有点困难 上不了楼 对 它上不了楼 对 因为我们知道原是温斯顿这种 丁啊 这些英雄是可以 因为它自动性是一个立体自动 可以很好 很方便地上楼 但是灭空这个它叫爬楼梯了 上不去 而且这个阵容它 你的人跑得快 你车跑不快 对 对 对 你车跑得不快 这个很难 只能靠使住来运这个车 对 但是使住压车还有一个 比较令人担忧的一点 就是可能会被人骚扰 二楼的人解决不掉 对 我们刚才也是看到 威希在防守方 在二楼这个亮望塔的时候 是直接点死的PA的产亚塔 对的 一个76号跟一个麦可雷吗 没错 两个可以站高台 这个地址的持续输出的 这么一样的英雄 站在高台上 确实是形成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 一脚姿势 对 这个高台火力压制 那么咱们看一下 这个孤防呼唤以后 他们会拿什么阵容 去处理一下 这个 高台 高台的火力压制 好的 比赛开始 双方是攻防呼唤 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放狗阵容 拿A点做得很快 但是B点这个地方 不太好解决 然后呢 去到这个奈何桥的时候 又是不错 但是过鬼门关 还是很难 所以说 任何的阵容啊 都有它的一个缺点 你要看你的阵容 你的队伍会卡在哪个地方 果然是拿了一个放狗 他们可能还是想 先把A点拿下来再说 是的 转下A点之后 推车就也有一个比较宽裕的线 我看是在针对连克雷 对的 他自己玩连克雷被针对惨了呀 好的 这边已经是摸双杀 A点应该可以很宽地拿下了 是 这边是换了绕后之后 也是在疯狂地针对对面的连克雷 哎 这边是被合向啊 武僧 是的 武僧刚才是绕到房间里面 一脚配合随后而来的12月12号 是将这个猎空给干掉了 哎呀 其实刚才还是有点小的 就是他亲这个武僧的时候 亲这个塔塔的时候 花了还是比较多的时间 对 打了大概一闸半的一个子弹 而且是在一个这个小房间内 先破盾 打了一个人往前里让一让 刚才看出来这个 第二次交出一个大招 已经是收割完成了 喂 12月12有刀 这个时候血量不多啊 还是回到车边等就来上 对哦 从大家能量上来看的话 目前应该是对BA相对来说较为有利 这边我们看到VG果团换阵容了 A点如果不能迅速拿下 立刻换了一个阵地战的阵容 没错 因为这边守得真的是稳 D我们看到是使用了一个查理亚这个角色 造成一个这个 毕竟CC还是很好用的这个大招控目局 咱们看一下这边特面的 他们变得还是蛮快的 发了一个303的话 听不消毒的高一点 但是上来就掉了自己这边的卢孝 对 卢孝被炸死了 天气脑 卢孝 这边很脏 哇 空中接触了星星 这边击空已经被化解了 主要是在换人整体换人以后 VG会导致他们的这个能量差距非常非常大 是的 BA这边对一个Tracer选择的也非常的聪明 他没有在团战一开始的时候就切入战场 而是在这个团战结束的就是已经爆发以后 这边招数放得差不多都在CD的时候切进去收割了一下 对 我觉得现在VG千万不要急 既然自己已经拿出3分3多碰退一下 上去安娜展出纳米基础然后再开团 倒是有人拔刀了 我们看到是12月12号的刀 目前盯着对手安娜在狂砍 但是旁边有个胜 一直在保这个安娜 收割结束之后安娜的位置比较尴尬 安娜在人群中疯狂地跳来跳去 哎呀星星? 所以把原生的电子啦 133个按钮 然后 QU Join excludes 可以 货神充满力量 撕下来了 碎骨大锤 是的 这波VG也是大锤配合了安娜的一个大招 磕了药之后也是变身笔加奥特曼的 这个A点的进攻时间 我觉得还是花得比较久的 花了有将近三分钟的一个进攻时间 他们下一波的话 还要面对一个这个高台的火力压制 怎么去处理呢 而他们这个阵容打高台是很弱的 有点笨重 我就在想VG这边 是不是想尝试一波 然后再考虑一会 要不要换阵容 因为这套阵容太气滅流了 303这个阵容是完全没有办法上楼的 除非你六个人一起抱团走上来 但是你在打岛中间会受到非常多的火力挺健 是的 我的胖阳准备好了 我的攻击技能备好了 你看他这个辅助的位置 站在墙根下卡一个90度视角 是的 这地方卡式也让对方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发现能力 也是可以给自己的队友 罗斯顿已经在二楼已经骚扰了 是的 清醒跟对方露霸一块一 洛桥跑到后 对 一个大招 双杀 你不管这个高台是不是 我从高台跳到你后面 怎么办 没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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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低位打高位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难打的一局面 怎么怎么办 VG其实这个墙根已经抹得是相当的不错了 可惜啊 对方的这个洛桥跑的走位一直是非常硬 我们知道洛桥跑 其实正面的枪法并不算国内领盖的麦克雷 但是他的大招是棒是国内最硬的麦克雷之一 他会抓时机抓到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再去放 看这边是用查理亚换了麦克雷 G亚只能更换的英雄 呃 根据我的观测 罗小宝的人头可能有70%是来自于他的大招 这边他大招放的真的是很好 而且关键是你用不是这个天空上的一个 这个高台式的一个防守方 那么你防守方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该开船 什么时候应该大 没击到后面靠下来人 把刀 在疯狂地砍对方的安大 已经心想安大砍死了 这边是一个闪光弹 被迪亚带走 我们看到VG目前是有一定的优势 小翘走 迪亚太惨了 去稍微补给一下 迪亚我们看到这一波优势carry了一下 呃 我现在感觉洛小跑如果跟老李合体的话 有可能是中国最强的麦克雷 你这是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说老李那个放大放的不好 现在老李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其实麦克雷这个大招 还真的是要去队友 我看 快呀 这边麦克雷 这边很难压折一波 直接打到这边大腿 在盾后面 前面没有莱伊哈特护盾 直接咬五十一秒 后面一个头像晕倒带掉 这样一来的话鬼门关也守不住了 戴河桥也守不住怎么办 递亚往后一翻滚 将对方的原试是直接打走 2月12号现在没有办法限制住这个迪亚 迪亚这波的输出率相当的高 对的 对的 VG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她的这个心境以及大锤 还有安娜是全程在保护这个迪亚 独大被停住了 现在其实VG就是个五宝 对我们这边只要是保住麦克雷 我们就会一直有一个正面的非常高的火力输出 就看这一波能不能贴 能不能站住 拔刀 还是有拔刀 先找 哎呀被推一下 没有贴到最后一刀 是的 我们看到五宝一的战术 在VG来讲 我觉得是最适合的 因为他们的技巧真的变态 而且正好这一波又有纳米基础 好 一下要点掉这边心境 接空盖 好 漂亮 那么 袁维基 早就应该这样打嘛 拿回一分 非常漂亮 一比一平 刚一档比大家最后那个点 他打这个战术 说不定他就赢了 他们真的很适合打五宝一 主要是最终的那个单核低下 太稳了 没错 真的稳 这样的麦克雷你只要保住 他就能保住你们团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高伤害输出 BA喜欢给你打快节奏 对 保他收益比较高 对 他喜欢给你打快节奏 你就让他快 我就等你进来就好了 我看一下这场比赛一个最大竞投 12月12号的原始 拿强 哎哟 这个 这个气球应该是被刮成的那个一个 居扛了那一把 对 好了 我觉得是带刀 来